嗨,我是阿菜 上次更新的辣子鸡翅 大家都很喜欢 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辣子排骨 排骨砍小块,比较好入味 葱水洗净后,捞出沥干水 盐 料酒 胡椒粉 腌制10分钟 下蛋黄 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如果你想学做菜 点落头像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活菜谱了 毕竟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 学到就是赚到哦 最后来点青油 这样不易脱粉 不易结成一团 教你用生姜测试油温 放下去 过一会儿才冒泡 说明在三层左右 再次扔下去 绿马冒大泡 说明在五到六层 一层油温30度 六层油温180度 这个温度呢 最适合用来炸东西 排骨不易炸熟 油温不能太高 用中火炸五分钟 大泡变成小泡 排骨的颜色慢慢变成金黄色 就可以了 再次把油温升高 倒下去 炸第二遍 这样排骨表面不易吸油 吃起来也比较脆 锅流底油 下生姜蒜片 大葱 这些配料可以增香增味 干辣椒 干花椒 开中火 继续把香味炒出来 这么认真教做菜 值得你点个爱心支持吗 加紫然粉 辣椒粉 用潇洒的姿势 换拌均匀 即可出锅啦 你开的店 要是因为这道菜火了 记得告诉我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